Hello,大家好,那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2021年已经离我们而去了,那我们已经来到了2022年,那在这里呢,首先先祝大家新一年快乐。 那今天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过去的一年,同时呢,也可以展望一下新的一年,看看有哪些优质的股票呢,值得投资者去重点关注一下。 为您打开全新视野,关注背后逻辑,欢迎收看168卫视,大家好,我是陈薇,开始之前,如果各位朋友还没有订阅我的节目,可以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这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通知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整个2021年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板块轮动,个股表现差异的放大,令整个股市呢表面上来看是上行趋势趋于稳定,但实际上呢却是暗流涌动的。 我们特意总结了2021年的十大热点,再一次呢,一起来回顾一下过去一年中的跌宕起伏。 第一个热点就是,毫无疑问,GME掀起了一种全新的散户逼空大战,可以说是刷新了很多投资者的认知,这里面也包括了大型的投资机构。 超额的做空仓位,令美国知名的散户投资者论坛,WSB上的投资者呢,是闻到了血腥的味道,于是呢大量奋行YOLO文化的年轻股民,便开始极力做多游戏一战,也就是GME的股票和期权。 那背后,伴随着就是更多机构的逼空合围,GME的股价大约一周内就几乎翻了十倍,这令不少的空头机构是频频报仓的。 那此战之后,散户的抱团行为已经成为了美股市场中一个新兴势力,令人呢是不敢小觑的。 也时不时呢会掀起市场的一些大行情。 而说到爆仓,第二个热点呢,就是比尔黄家族基金的爆仓,不仅拖累了多家的大投行,而且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个人投资者单日的亏损额度,那他单日合计亏损掉了150亿美元。 这里面伴随的就是比尔黄接连遭遇三次踩雷,第一呢是威尔康姆大规模增发导致股价大跌,第二呢是重仓的跟谁学等线上教育。 中概股股价呢,因为监管风险而权限暴跌,第三呢就是监管风险,又触发了他看好的物星科技这个电子烟股票的股价出现了暴跌,那考虑到他大量的杠杆操作很快就遭遇到了强制平仓,而门受到了巨额的亏损。 这里面呢一方面也展现出了中概股的监管风险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告诉我们加杠杆操作的危险性,因为呢这里面很有可能就会一杆倾台, 亏光之前全部的盈利。 那第三个热点就是特斯拉市值突破万亿美元,尽管靠近年末的时候呢,马斯克高位卖股是掀起了巨大的波动和股价的回撤, 但还是可以看到特斯拉在2021年是表现整体非常强劲的,也展现出了作为电动汽车的龙头企业, 他们已经经受住了市场的多次不同的考验,这令他们的基本面呢是更具韧性。 套用之前分析Rivian和Lucid的时候我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可以预见到未来依然会不断出现更多的所谓的特斯拉的竞争对手, 但只要大家还拿特斯拉当做一个标杆和想要超越的竞争对象的话, 我会觉得特斯拉的市场地位就会依然保持稳固的。 那第四个热点呢,就是Facebook更名为Meta这家公司,这算是真正掀起了元宇宙的全球热潮, 那2021年也可以被称为是元宇宙的元年,最直观的就是Roblox的游戏概念, 但是呢正如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和大家多次分享过的一样, 元宇宙可能会开始于游戏,但要远远大于游戏,而且是一个真正的平行的世界, 让人们在有限的人生中呢,能过上更多的不同的人生,并实现一个虚拟和现实的真实交互,带来真正的生产力。 虽然说长路漫漫,现在距离元宇宙的到来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很多产业呢都会获得提振,同样呢也会有很多纯炒概念的噱头公司出现, 因此还是那句话吧,退炒之后才知道谁在裸勇。 所以呢投资者这个时候,我觉得尽可能的还应该去布局一些真正基本面好的元宇宙相关的股票, 这样的稳定性会更高一些。 第五个热点就是,疫情反复多变,导致疫苗股暴涨暴跌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疫情是动态发展的,加强针和新冠疫苗的迭代给市场带来了新的想象力。 那去年第四季度以来,疫苗股的走势一直在地域和天堂之间来回历练, 口服新冠药物的问世呢一度导致疫苗股暴跌, 然而Omicron的来回变化又给疫苗股带来了一些新的动能。 那到底之后,这种暴涨暴跌还会持续多久? 相信在2022年就会见分晓了。 而第六个热点是,通胀不再暂时,美联储转因打击到了投资情绪。 自今年年中以来,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供应链紧张等多重因素的冲击, 美国通胀开始持续的大幅攀升。 此前美联储一再坚称,通胀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将会很快的消退。 不过最终我们还是看到美联储开始转换口风了, 他们也开始承认放弃暂时性通胀这种说法。 随后我们也看到了,在12月中的美联储政策会议后, 美联储已经开始暗示通胀目标已经实现, 将于今年3月份结束大流行时期的债券购买计划, 并为今年三次加息创造了条件。 那美联储的鹰派转向到底会做到有多近, 将成为新一年市场情绪的重要驱动因素。 而第七个热点就是,板块轮动加强, 杀估值的风险是不断的涌现。 Cassie Wood的ARC基金荣光不在, 而巴菲特还是那个巴菲特。 2020年的时候,科技股在疫情期间全面爆发, Cassie Wood所管理的主动型的系列基金中, 旗舰基金ARCK的涨幅是超过了150%, 一度令人们大呼是女股神。 但是去年以来我们也看到了, 股神还是那个股神, 而ARC基金则已经全年回落超过了20%。 这并不是说Cassie Wood的基金不好, 只是说我们不能单单用一年的表现就把人捧上天, 也不应该用一年的表现就把人踩到地上。 投资表现得好坏, 还是要把整个周期拉长来慢慢看。 那我们作为投资者, 保持理性,保持独立思考才是最重要的。 第八个热点就是刚刚也提到的监管风险的大暴击。 那中概股轮番暴跌, 其中的滴滴才上市就要退市, 更是伤了很多投资者的心。 那去年中概股的表现可以说是尤其惨淡的, 美国证监会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还没发挥威力, 没想到一轮又一轮的监管风险就提前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多个中概股的板块是轮番暴跌, 这对中概股的投资信心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负面拖累。 虽然说其中依然是不乏有基本面真正好的优质股, 但是信心受挫后还能否重新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这里面我们是需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那第九个热点就是, SPAC上市热潮降温, 新股的表现不再火爆了。 虽然说去年上半年SPAC上市热潮依然火爆,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美国监管重权的压力下, 去年第二季度开始, 美国SPAC热潮变急速的降温, 道琼斯市场数据通过对SPAC研究的数据结果显示, 截止去年9月初的时候, 大规模的抛售已经使得通过SPAC在美国上市的企业的总市值, 缩水了大约750亿美元, 相当于此前SPAC热度顶峰时的25%, 而8月份的时候, 缩水规模更是一度触及到1000亿美元。 道琼斯市场的数据分析还发现, SPAC自身的股价表现也不容乐观, 大约有75%已经宣布, 但尚没有完成合并交易的SPAC股价都会破发, 而在去年早些时候, SPAC一旦宣布了合并上市的消息, 都会立刻引起他们的股价大幅上涨的。 那这种转变也给了想要投机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也就是说, 市场环境不好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是想着去投机赚钱, 逆时而为很容易会让自己遍体鳞伤的。 那第十个热点就是芯片荒贯穿了全年, 影响到了多个行业和公司的股价表现。 那在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全球电子芯片的生产, 供应从之前一年开始便出现了短缺, 而这对于那些依赖芯片的汽车, 通讯, 家电等多个制造行业都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由于整个芯片行业具有投资大, 投产慢, 风险高等特点呢, 很多业内人士也认为, 芯片荒在短时间内恐怕是难以缓解的。 那在这样的趋势下, 芯片行业虽然是一个周期性很强的行业, 这也是很多人不敢投资的一个担忧所在, 但我还是会觉得, 现在芯片行业依然是处于一个超级周期的开始阶段, 因此相信在新的一年中, 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整个芯片行业的积极发展, 那这个领域绝对是投资者不能轻易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了。 那从这些总结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很多趋势实际上并没有走完, 新的一年中这些机会也有望延续下去, 就例如像疫情局势的发展, 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 元宇宙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半导体行业的周期性, 电动汽车领域是否会迎来新的挑战者等, 这些都可能会继续的推动今年新一年股市的行情。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环境, 毫无疑问, 疫情的局势发展是存在不确定性的, 这可能会继续放缓经济复苏的趋势, 但我觉得这种趋势的大方向还是不会改变的, 不过我们需要小心中间出现的波动性, 而最近的市场波动性飙升, 可能也意味着2022年美股震荡将会加大, 另外就是美联储的鹰派转向已经开启, 如果美联储通过加息来积极地收紧货币政策的话, 对于利率敏感的成长型股票和科技股, 将至少极易受到短期内的较大影响, 尤其是大盘的涨势可能很难再现2021年的那种强劲的势头了。 但是我会觉得, 考虑到鲍威尔的行为模式, 为了帮助消费者抵御疫情冲击而推出的财政刺激政策, 将会是一个渐进式的逐步退场, 同样还是会给市场不断地去打预防针的, 从而就让市场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预期, 那除非真的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意外局面, 才会导致美联储去门踩刹车, 但这样的情况, 目前看来概率应该还是不高的, 但是考虑到美联储也不会继续为提振经济复苏而门踩油门, 所以大盘与2021年的涨幅相比, 我觉得应该会温和的多。 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其实很多股票已经回落了很多, 但是大盘科技股的表现才是真正支撑大盘的主要因素, 例如标普500指数中最大的15只股票的市值, 因为大盘股的上涨已经占到了指数总市值的40%, 其中不乏很多的科技股, 因此一旦美联储开始紧缩周期后, 利率攀升对于他们的估值影响还是会比较大的, 虽然说不一定就会大幅的回落, 但只要限制住了上涨的空间, 大盘的表现可能就不会太好了, 这些都是新一年中我们需要小心的大盘的风险, 换句话说, 新的一年中对于个股的选择将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例如我在2021年中, 因为并不想过多的去配置一些指数的权重股, 但又担心大盘指数涨, 而自己选择的个股可能不涨, 甚至还有回落的风险, 我就特意去配置了一些指数型的基金, 从而就能够在这方面去对冲我的风险, 但这方面的仓位在新的一年中, 可能我们就要考虑去适当的减少一些, 因为大盘指数的涨势, 预计会受到美联储加息的限制, 另外就是, 现在对于紧缩周期, 市场的关注点已经不是会不会加息, 而是会加息几次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新的一年中加息已经难以避免,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可以关注的个股, 应该是顺应经济增长趋势, 具备稳定的增长性, 以及还有合理的估值, 这样基本面好的股票, 这些股票在新的一年中才会表现得不错, 至少也能够去对冲掉可能出现的风险, 那我大概整理了一下, 虽然我看好的股票有很多, 但比较了一下之后, 有五只股票我觉得是可以重点关注的, 因为他们的投资性价比都是不错的, 分别就是辉瑞公司, 迪士尼, Facebook, 或者叫做Meta, 还有就是库利索法, 以及麦格纳, 先看辉瑞吧, 利润持续的增长和相对合理的估值本身, 就是这只医疗健康板块巨头的一大优势, 而且医疗健康板块也是长期发展的一个重点的领域, 结合疫情局势的不确定性, 辉瑞的优势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那我们也知道在他们的收入中, 新冠疫苗的收入虽然是一个大头, 但是在第三季度中仅仅占到了辉瑞收入略微超过一半, 大约是54%的样子, 这就意味着, 还有46%的收入是来自于其他产品的, 我会觉得这就是这种医药巨头的一个大优势, 因为他们不会过度的去依赖于单个产品带来的收入, 从而就能够降低投资的风险, 也因此同样和莫德纳公司一样, 拥有着mRNA技术的广阔未来以外, 辉瑞的多产品线的布局, 令他们对于追求投资风险相对稳定的朋友而言, 会是一个不错的医药股的投资选择, 还有就是我多次也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的, 辉瑞的口服新冠药物现在看来有效率还是很高的, 这无论是对于他们自己的收入增长, 还是对于整个疫情局势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疫情方面,如果Omicron的重症率和死亡率能够保持现在这种较低水平的话, 传染性加强倒不是各国政府担忧的问题所在, 而是在于更多的病例是否会导致医疗系统的崩溃, 因为传染病例的基数变大的话, 即使重症率的比率很低, 最后出现的需要入院治疗的绝对数量也不会低的, 因此如果其中能够大部分人都自己在家里面去治疗的话, 那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医疗系统的压力, 这就是口服新冠药物的重要性了, 而且更何况的是, 相比疫苗的生产运输和注射的专业难度而言, 口服药物的生产要求是大大降低的, 也容易去仿制, 这也就是为什么辉瑞愿意公开配方授权给更多的国家去仿制生产, 因此可以预见的就是, 随着药物的正式推出后, 很快很多国家都可以使用上这款药物, 从而就能够大大的去控制病毒的传播, 不给更严重的病毒变异留下一个空间, 而同时从估值的角度来看, 辉瑞现在虽然已经涨得不错了, 但是并不贵, 根据未来五年收入增长预期的现金流贴线模型, 计算出来的合理股价依然是有着接近80美元的水平, 那远期市盈率它们现在也只有11倍的样子, 而赤销率也是只有4倍多, 而市盈增长率PEG是1.6倍, 市盈率是不到4倍, 这些都是要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 那考虑到辉瑞的估值依然很合理, 基本面又好, 新的一年中还充满了收入增长的机会, 这些优势急于一身的话, 辉瑞在整个医药板块中都会成为2022年值得重点关注的目标, 那如果疫苗和口服新冠药物的推广后, 真的能够有效的控制住疫情的话, 那么2022年中, 一些依然被低估的经济复苏股票就会同样迎来不错的机会, 这里面就包括了第二支我要跟大家聊的股票, 迪士尼了, 截至10月2日的第四财季中呢, 由于流媒体平台Disney Plus的表现不佳, 迪士尼的股价是遭遇到了一个重创, 因为迪士尼很多传统业务依然还处于一个复苏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成长性, 那人们希望就希望从这种流媒体的业务板块中去找到更大的成长性, 但是由于一些影视内容的制作过程受到了疫情的拖累, 这就令很多新的内容推出可能会被延后, 从而短时间内也就影响到他们流媒体用户的增长表现, 但好的地方是, 一方面现在迪士尼整体收入对于流媒体的依赖并不大, 只占到了总收入的7%, 因此更多的依然是在布局未来的收入增长, 而这方面的希望依然是存在的, 管理层现在维持了2024财年Disney Plus的订阅用户将达到2.6亿的目标不变, 同时也预期到那个时候将实现真正的盈利, 而考虑到Netflix最新财报中展现出来的内容为王的优势, 我会觉得迪士尼也是拥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 那就是他们庞大的内容IP资源库, 那随着内容制作逐步恢复啊, 在新的一个季度中, 我们在Disney Plus的平台上将有望看到更多的有吸引力的内容, 他们官方宣布的是, 在第一季度中将是整个Disney Plus这个流媒体平台, 历史上首次在同一季度内就会发布迪士尼, 漫威,星球大战,皮克斯和国家地理等多系列的原创内容, 那在去年下半年, 他们发布的黑寡妇, 失控玩家和上汽这些电影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这就体现出来迪士尼在影视内容制作上面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而且别忘了, 今年内我们可能还会看到一个成绩已久, 但影响力不仅没有消退, 甚至还在不断积累的大IP系列的重新登场, 那就是阿凡达系列, 所以只要好的内容不断的出现, 我会觉得并不用太过担心迪士尼之后的流媒体业务的发展和壮大, 那另外千万也不要忽视了, 迪士尼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他们核心的主题乐园业务仍在恢复过程中, 那第四财季呢, 是迪士尼主题乐园全面开放的一个完整的季度, 虽然说人流量还是受到了一个明显的限制, 但至少已经有了好的开始, 终于再度收获了经营利润, 也就标志着该部门再度实现了盈利, 那只要疫情局势不再显著的恶化的话, 我会相信迪士尼的核心业务, 保持稳固复苏状态, 这令他们的业绩表现就有望去持续的改善了, 估值方面呢, 现在他们的股价呢, 依然是明显低于合理股价164美元的, 那远期市盈率已经大幅下降至33倍附近, 看着似乎依然不低, 但是已经远低于行业平均的80倍了, 而且市盈增长率PEG呢, 只有1.11倍, 市销率也只有4倍多一点, 那这些呢还是反映出, 他们现在依然是具备了估值低的优势, 结合同时兼具着周期股和成长股的潜质, 迪士尼也是值得投资者在新的一年中重点关注的一支疫情复苏股, 那看完了疫情,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元宇宙的发展了, 虽然说这条路啊还很长, 但是呢提前布局其中估值安全的优质股票,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那Facebook也就是现在的Meta公司呢, 我认为依然是具备投资价值的, 其实我对于这家公司的分析也有很多了, 简单来说的话, 虽然说不少人认为Meta他们在元宇宙方面的布局呢, 有些是噱头过大的成分, 但我会依然觉得天然的社交处性, 其实令他们能够更好的在元宇宙的搭建过程中呢, 具备一种一脉相成的优势, 另外就是他们在最初步的虚拟现实设备的布局, 也会更好的让Facebook融入到元宇宙的发展过程中, 而眼下呢还有一个利好, 就是来自于苹果方面可能会放松隐私政策的压力,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最近的报道, 苹果公司正在放松针对iPhone隐私的政策, 并允许APP收集用户的信息用于定向广告, 不过呢苹果尚未承认这项转变, 那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苹果调整了隐私政策, APP想要获得或者说处理苹果用户的数据, 必须先征得用户的同意, 那这项功能实施之后呢, 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是允许广告商跟踪数据的, 那广告客户在iOS平台的投入也就自然会减少了, 大概是减少了30%, 而在Android平台上面的投入则增加了10%, 这对于包括像Google啊, Facebook在内的许多依赖广告收入的公司都带来过利空影响, 同时也会影响到移动生态广告系统给苹果公司带来的直接利益, 因此呢这可能也会成为苹果公司寻求折中方案的一个驱动因素, 现在的方案是, 依然会限制对个人用户的数据追踪, 但是呢会通过一种汇总的方式提供与群组为单位的数据, 并且呢加以匿名的处理, 这样的广告商依然能够给特定的群组投放特定的广告, 但不会直接接触到具体的个人数据, 虽然说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精准到个人, 但依然还是能够尽可能的精准投放, 从而呢既能够保护个人隐私, 也能够降低隐私政策对于广告商的影响, 属于是两者之间各退一步的做法, 有助于恢复线上广告业务的增长, 那其实啊, Facebook多年来也一直在努力的使用更多的汇总和匿名的数据来重建广告平台, 因此如果最终确认这样的调整的话, 我会觉得对于重新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从而呢不仅帮助像Facebook, 还有像Snap这样的社交媒体都能够带来股价上的一个利好, 因此我会觉得Facebook或者说Meta这只股票, 可能很多人从情感上来说, 或者说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呢并不喜欢它, 但如果看一看估值方面, 远期市盈率依然只有20多倍, 市盈增长率PEG呢甚至不到0.9倍, 在五大科技巨头中都是最低的, 而市销率呢也只有8倍多一点, 再结合目前根据收入增长来看的合理股价呢, 大约是在405美元, 而35位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的12个月平均股价预估呢, 也有大约406美元的样子, 所以呢再考虑到了Meta公司虚拟现实设备的销售强劲表现, 以及呢更多元宇宙布局的推出,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我会觉得新一年中Meta这只股票同样是值得大家多加关注的, 那第四只股票呢我们就要来一聊半导体行业的股票了, 这个行业里像AMD啊, 英伟达这些股票都有着很强的成长性, 而且直接也和大家分析过的, 像台积电啊、阿斯麦啊、Lime Research这些公司呢都属于是不错的股票, 但是呢眼下我觉得特别值得重点关注的, 反而是库利索法这只股票, 股票代码就是KLIC, 那这在917的168卫视节目中特别和大家分析过, 因此呢如果想要更加详细的了解他们的业务, 或者说基本面的情况呢可以回过去看一下, 相信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很有价值的参考, 那这里简重点来和大家再分析一下的话, 就是作为一家半导体的分测巨头, 高速而且稳定的收入增长, 强大的盈利能力以及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这些都令库利索法, 这家可能被很多投资者忽视的公司, 反而会成为一个大赢家, 那其实啊今年以来在整个芯片产业链中, 除了英伟达之外表现最好的一支芯片股呢, 就是库利索法了, 而这种趋势我觉得有望在新的一年中呢, 是延续下去的, 除了说基本面和业务发展的强劲以外, 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股价大涨之后, 估值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合理的状态, 市盈率方面他们现在只有11倍多一点, 市销率呢依然只有不到三倍, 但排除到最近两年芯片短缺的特殊情况影响以外呢, 过去五年中, 他们的平均收入增长依然能够接近20%, 这是要明显高于行业平均的16.47%的, 可以看出啊, 这家公司本身的营收能力就很强, 环境好的情况下就更加的如鱼得水了, 而高达3.84的流动比率和几乎没有任何负债, 这也令这家公司的估值风险很低, 生存和发展状况都是非常健康的, 那现在他们的合理股价呢依然大约是91美元, 而三位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的12个月平均股价预估呢, 也是接近88美元, 所以呢这只股票呢, 我觉得对半导体行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的, 那接着就是最后一支,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重点分享的, 就是和电动汽车行业这个依然大热的趋势有关, 那就是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麦格纳, MGA, 或者说在加股中呢, 他们的代码呢就是MG, 那之前的视频中也有过详细的分析他们的基本面, 整体呢是相当不错的, 这里也不多重复了, 简重点来说的话, 就是作为北美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的供应商, 麦格纳还是目前唯一拥有整车生产能力的汽车零部件的供应商, 其中就包括能够生产纯电动车, 而且考虑到麦格纳已经和LG创办了合资企业, 共同生产电动汽车的一些重要零部件, 包括了像电机啊, 逆变器和充电系统这些核心组件, 此外呢, 他们还没有传统车企的那种品牌担忧感, 因此呢, 现在已经有传闻说, 苹果可能会和名为LG Magna e PowerChain的合资企业呢, 达成汽车生产合作协议, 而大约五年前啊, 苹果曾就造车计划, 是和麦格纳进行过合作谈判的, 所以呢, 双方能否再续前缘, 这还是挺让人期待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对于麦格纳而言, 将会带来情绪上的利好, 而即便最终没有合作的希望, 麦格纳本身的汽车零部件的市场地位, 以及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布局, 让他们的基本面状况依然会长期保持看好, 而更重要的是, 估值方面现在他们还是很低的, 那美股市场的麦格纳股票来说, 远期市盈率只有12倍多一点, 而市销率只有0.6倍多一点, 而合理股价大约依然在121美元附近, 9月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的12个月平均股价预估, 也大约是92美元, 这些都显示出, 麦格纳这只股票的投资容错率也是不错的, 因此, 无论谁最后在舞台上成为了电动汽车领域的大赢家, 这只在加股和美股中都能找到的麦格纳, 我觉得大概率也会成为幕后的赢家, 所以同样也是值得感兴趣的朋友在新的一年中去重点关注的。 好了, 以上就是对过去一年中的总结, 以及对新的一年中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些股票的分析, 当然了, 好股票其实还有很多, 这里只是拿出来一些我觉得特别有价值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并不是说在推荐股票, 但需要记住的一点是, 每一个人的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都是不同的, 可能对于好股票的概念也会不同, 因此没有必要刻意的追求, 能找到符合自己投资需求的股票就是一只好的股票。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内容能够给您带来有价值的参考和启发, 那如果您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愿意和大家分享的, 也是非常欢迎在底下留言评论。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通知了。 再次祝大家, 在新的一年中能够投资顺利, 健康平安。 我们下期再见。